第26集 你是一只鬼猫 黑猫不在乎 对着我叫了两声 一转身射到院墙上去了 小弟走过来问道 你拿的是什么 我递给他看 嗯 鸣鞋 我把这可怕的东西 塞进了厨房的柴灶里 又夹进一把草 点燃后把它烧了 当初洋胡子 烧坟边的青藤 就是这么干的 火能消灭一切 小弟说 我还看见那只猫 叼过一只丝袜 哦 那是叶子晾在露台上 被风吹下去的 哦 对了 昨天还吹掉了一只熊罩 你注意一下 看着猫哪天把它吊出来 小弟没听清楚 你说吹掉了什么 熊罩啊 小弟的脸刷的一下红了 他低头看地面 一副忐忑不安的样子 然后他拿起铲子 去墙边产青台去了 小弟的状态 让我起了疑心 那一次 我打折把露台上的 晾衣绳打断 掉在地上的衣物 我是让小弟去洗的 那里面就有胸罩 叶子后来 为此还指责过我 可我当时没想那么多 会不会 小弟在洗这些衣物时 便动了心 在昨天 盘上露台去 偷了胸罩 这是可能的 小弟十九岁的年龄 羞怯地和女孩没有交往 做出这种事 合乎逻辑 要认定这事 我还得去楼后 或露台上看一看 正在这时 羊胡子和叶子 进了院门 外面响起了 汽车的发动声 我问羊胡子道 雕师傅看过木了 羊胡子大为恼火地说 看过了 可围墙飞檐上的 那处破损 让他指责了我们半天 没想到他今天会来呀 得赶快找尼瓦匠 把他补上 此时已尽黄昏 周妈抱了一大抱柴草 从院门外进来 我走到院门口 抬头却看见那辆车 还停在那里 车头的引擎盖掀开 雕师傅正在忙着修车 我走过去问道 怎么 车坏了 雕师傅将手中的扳手 扔到地上 恼怒地说 哎 你们这是什么鬼地方 我上次来 车停在这里就坏了 休了俩小时才修好 这次更糟了 坏的不让我走了 雕师傅说完 便掏出手机来打电话 呃 这一带没有信号 他只得跟着我进屋 用坐机通电话 他在电话里叫了一声照动后 便说了一大通 关于修车比较专业的话 最后他失望地放下了电话 雕师傅只能留在这里过夜 因为汽车修理工明天才能到 杨胡子热情地对他说 嘿 没关系 我们楼上啊 还有一间客房 住在这里 安静得很 雕师傅想了想说 呃 不行不行 说实话吧 我不敢住在这里 我来是看见一个小镇 我去镇上住 杨胡子为难地说 呃 那可有十来里路呀 雕师傅说 嗨 再远 我也去那里 杨胡子只得安排我陪雕师傅 去镇上住一夜 我大喜过望 看看天黑了下来 雕师傅催我立即上路 走到西河镇时 天早已全黑 我把雕师傅带到了紫花的殿里 餐馆里亮着灯 但没有客人 紫花和她哥嫂 对我们的到来 既意外又高兴 昨天夜里 紫花打电话找我 也许就是一个预兆 在电话里 我并没和紫花说上话 我拿起电话时 两个女人的声音在争执 把电话放了 你怎么老往墨园打电话呀 嫂子 你让我问问吧 她是从城里来的人 她知道邮局 为什么不去包裹给我 包裹包裹 我看你啊 都快想疯了 接下来 有两人拉扯的声音 再接下来 电话就断了 我和雕师傅 先上楼看房间 然后下来吃晚饭 看房间时 她叹口气说 哎 没办法 就住这里了 这总比睡在坟堆边上好啊 吃饭时 我们要了当地的特产 竹笋 菌子 腊肉 还有那种好吃的野菜 雕师傅还要了酒 人一喝酒 话就多 不愁他不把阴宅闹鬼的事 对我讲个仔细 给我们上完菜的紫花 并不走 他从衣袋里 掏出那张电费收缴单 递给我说 大哥 你再帮我看看 我老公给我寄的是什么呀 邮局想霸占我的东西 我要到政府去告他们 正说着 紫花的嫂子 从厨房跑了过来 她一边把紫花拉开 一边对我们表示歉意 哎呦 别听她的啊 二位好好用餐吧 雕师傅对此感到莫名其妙 我也懒得做解释 便举起酒杯对她说 来 喝酒 你来墓园 我们照料不周 杨胡子要我 好好招待你一下 酒过三巡 我问她 哎 对了 阴宅里闹鬼 究竟是怎么回事 哦 我也不太清楚 我到赵董家开车 还不到一年呢 那事儿 我是听赵董讲的 他说坟墓刚建好不久 附近的农民说 夜里听见阴宅里 有女人的哭声 还有胆大的人 夜里去围墙外听过 说哭声千真万确 赵董听说这事儿后 问过杨胡子 杨胡子说 这事儿是有人瞎说 那是一种夜鸟的叫声 有时听起来 就像人在哭一样 赵董半信半疑 叫人在院墙内外 少了不少香辣之前 后来就再没有过这种传闻 不过另有一件事儿 让赵董不解 赵董的父母喜欢茶花 并且喜欢红色的那种 这墓就是为赵董父母 建的合葬墓 因此赵董叫人 买了些红色的茶花 种在墓旁 但奇怪的是 半年后这茶花开了 但全是白色的花 花开得出奇的好 那块土地很肥沃 刁师傅一边讲 一边大口地喝酒 脖子也开始红了 我却听得有些发冷 阴宅左侧 靠近坟墓一带 确实长着很多低矮的 灌木状植物 夜里看不清楚 现在才知道 那就是茶花 雕师傅的画匣子 打开后就关不上了 我到赵董家开车 这缘分是从我爹妈开始的 我爸是省政府的司机 开的是一辆泥桑 泥桑现在不算什么 可二十年前 这车开在街上 路人都要多看亮眼的 当时啊 机关事务管理局为了创收 将部分车对外租借 我爸的车 被一家公司连司机带车 租了过去 那家公司的老板 便是赵董的朋友 赵董当时靠他父亲的关系 进政府中 做了个小公务员 挣钱很少 便停心留职 去他朋友这家公司 当了副总经理 那朋友还让他三岁的女儿 玲玲 拜赵董做了干爹 没想到啊 在风光数年以后 他朋友倒了煤 据说是偷税漏税 上亿元啊 他朋友夫妇俩 逃到了国外 女儿玲玲 拜托给赵董照亮 赵董回了机关工作 后来做了国企的董事长 赵董夫妇没有孩子 所以对这个干女儿很疼爱 但事情不可能样样圆满 玲玲这干女儿啊 大学没读完 便生病住院了 据说要治好很难 我到赵董家开车后 他们讲起这干女儿 便唉声叹气的 诶 赵董家有个姓袁的保姆 不知道怎么也没孩子 所以听说赵董的干女儿住院后 也时常叹气 同病相怜嘛 不知不觉 一到深夜 紫花拉向了卷帘门 饭馆打烊了 雕师傅喝得大醉 我扶她上楼时 感觉到她的身体很重 三十多岁的人 肚子舔出来了 我扶她进了房间 她倒在床上 瞪着天花板说 呃 住这里 不会 闹鬼吧 这里又不是墓地 闹什么鬼 放心睡吧 我和你同住在这个房里 你怕什么吧 你住这房里有什么用 你身上就有坟地的气味 我知道她喝醉了 并不和她计较 走到另一张床前 很快便睡下了 七月半 鬼乱窜 中国民间的中元节 让坟山上 来了很多坟箱烧纸的人 杨胡子说 除了清明节 坟山上 就数这一天最热闹了 我们院门外的空地上 停满了各种小车 还有几辆中巴 再来一群浩浩荡荡的扫墓队伍 除叶子意外 我们都上了坟山 直到扫墓者 坟箱烧纸时 不要烧坏了树 在行走时 不要踩了别人的坟 我在上山时 从保管室 拿了一些香辣纸钱 在坟地中 寻看一番后 来到了那座 八岁男孩的坟前 我蹲下身 点上香烛后 便开始 一张一张的烧纸 看着墓碑上的名字 在心里说 雷雷 我是替你妈给你烧纸的 你要有什么冤屈 就在坟边 再长一根长春藤吧 或者 趁阎王爷今天给你们放假 你出来 去抱羊胡子的腿 逼这个惧怕小鬼的人 对我说出实情 另外啊 我还要告诉你 你妈 在一家富豪人家做保姆 生活没问题 你可以放心 烧完纸后 我站在坟前 愣了一会儿 冯诗人走了过来 我问他道 你给未婚妻烧过纸了吗 今天是中元节 你应该给他 多烧点纸的 他摇摇头说 不 以前我也在这一天 给钱琴烧纸 现在不了 我有些奇怪地问 诶 为什么 钱琴没有死吗 烧什么纸 昨天晚上 我又和他一起散步了 在深圳街头 我陪着他逛商店 喝冷饮 嘿 我还看见他笑的时候 脸颊上的酒窝 又深了一些 以前 我看不清他的脸 可我的临时遗眼就出来了 戴上他后 浅浅的眼睫毛 我都看清楚了 我有些诧异 半信半疑地问 你那高科技玩意儿 搞出来了 他走近我 压低声音说 别对外讲 哪天晚上 我带你出来试试 你会看见 另一个空间的人 保证让你 打开眼界 听见这话 我并没振奋 尽管我相信 人类也许会在某一天 找到看见 另一空间的办法 但以逢世人的能量 要实现这个突破 我觉得不大可能 好啊 今晚就让我看看怎么样 稍等两天吧 还有一小点技术问题 要完善 到时我会叫你的 下午 扫墓的人 渐渐稀少 我们从山上下来 都松了口气 回到院里时 我上楼去看叶子 他今天病了 早晨起来后 就脸色苍白 他说胸闷 胸痛 洋胡子 让他去西河镇看医生 他说吃药后 睡一睡 就会好起来 我上了阁楼 叶子让我和他 一起坐到露台上 他脸色仍然不好 我说 你坐在这里 吹着风不好吧 睡在屋里更闷 坐这里好瘦一些 唉 这病是怎么回事 昨晚做了一个梦 醒来后就觉得 胸闷胸痛 叶子的梦有些奇怪 他梦见他的胸罩 被人一把抓掉了 那人面目不清 抓掉他的胸罩后 又用一根钢针 扎他的胸部 他觉得一阵刺痛 便醒了 醒来后 就觉得胸闷 胸痛 呼吸也有些急促 到早晨 也没见好转 我想了想说 哦 你这梦没什么 你的胸罩晾在这露台上 被风吹掉了 你有些心痛 所以就做了这个梦 唉 没那么简单吧 掉一个东西 再心痛 也到不了 被钢针扎的程度 叶子的话 有道理 他的胸罩 不是被风吹掉了 而是被人偷了 这对他是一种侵犯 所以梦中的他 才有那么强烈的反应 我把这个意思 说给他听后 他有些吃惊 谁偷的 小弟 因为昨天我对他 谈起此事时 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虽说他以前 常羞怯 脸红 但近来已经好多了 为何一提到胸罩 又脸红 这是他心虚的表现 那 他怎么来露台上的呢 我站起身 走到了露台边 去认真查看 楼下有不少树 大多长得比露台还高 并且与露台隔着一定的距离 但是 其中有一棵树 弯得像弓一样 一根很粗的树枝 刚好抵住露台的下眼 爬上那棵树 非常容易 上了那根树枝后 伸直腰将手一搭 就是露台的栏杆 用这种方式爬上露台 对任何人都不会是难事 我把这树枝指给叶子看 他不愿意承认似的说 小弟不会做这种坏事吧 他这样做也说不上坏 我对叶子讲了他七岁时的经历 一个被淹死的邻家大姐姐 游泳衣被退到了腰间 他在旁边守了两个小时 这期间对他形成了朦胧 而又强烈的刺激 叶子想了想说 那这是怎么办 很简单 让他把胸罩交出来 再教训教训他 别 小弟其实也挺可怜的 不管怎么样 这事也还是你的猜想 没有证据 那就等一等再说吧 不过我会找到证据的 聊天也许真能知病 我和叶子聊着聊着 他突然说感觉身体好多了 胸闷胸痛也没有了 天色渐晚 从露台上望出去 坟山上已经没有了人影 我们下楼去吃饭吧 天黑后还要去那座大阴宅的围墙外 坟箱烧纸 调师傅留了三大箱 香辣 纸枪和鞭炮 放在这里 委托我们在七月半的晚上 替他烧纸送鬼 晚上 天黑下来好一阵子之后 杨胡子说 时辰到了 我们一行人 扛着三个大纸箱上坟山 路过杨胡子父母的坟室 我们停下来 等着他在坟前烧香辣纸签 然后大家才继续前行 今夜的坟山与平常不同 白天满山的扫墓者虽已消失 但空气中还漂浮着烟熏火燎后的气味 一些坟前的蜡烛还残留着悠悠的火光 像在为出行的魂魄找路 登上后山那座山丘后 我们首先在阴宅的院门前 点燃了香辣纸签 然后杨胡子要我们沿着院墙 一路烧过去 照看空坟其实更难 如果不把围拢过来的孤魂野鬼招待好的话 他们会钻进围墙里面 赖着不走的 那时如果川温里面闹鬼 客户又会怀疑我们 你们说这坟山是风水宝地 又吉祥又保佑后代 怎么还会闹鬼啊 为了让围墙四面 都燃起香辣纸签 全体人员被分成了三组 变 ana roc胆